国际知名的保育学者真古德最近又到了台湾 将跟林务局合作 将免费提供十五万株的苗木 从明年开始在中小学推广种树 真古德希望小朋友能够像小树一样 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环境 让地球变得更美好 一年到头都在全世界爬爬灶的保育学者真古德 又来到了台湾 这次要跟林务局合作 让中小学生一起在学校种下台湾原生树种 真古德相信 世界的未来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 二十年来他推动根与牙计划 希望小朋友能跟小树一样 为了长成大树 生出长长的根来吸收水分 更不怕层层障碍发芽出来 这次计划林务局将提供十五株苗木 包括台湾蓝树 樟树等十七种原生物种 从明年开始在全国中小学来栽种 林务局希望小朋友种树也能种出对台湾土地的情感 小苗的培育才能够让树根真的在土壤里面下去 用树根牢牢地抓住台湾这个土地 真古德的根与牙计划 一开始是在东非坦上尼亚推动 当时只有十二位小朋友参加 现在小朋友长大了 投入环境运动 而根与牙也在全世界 一百三十二个国家开枝散叶 继续为地球种下更多美好的可能性 记者 铃姐们 谢其文 台北报道